大家好,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做椰汁紫米露 以前我們做的椰汁紫米露,一定要先預先浸紫米 但今天我們會用電飯煲來做,不需要預先浸紫米 也可以直接用電飯煲的煲足功能去煲 不用低貨,不用預先浸,非常方便 做的椰汁紫米露可以冷食也可以,熱食也可以,非常美味 事必而遲,我們馬上看看我們會用什麼材料來做 紫米120克,元朗米50克,水1250ml,大概5碗 椰汁400ml,一罐冰糖80克 如果你喜歡吃甜一點,可以最多放到100克也可以 首先,我們把紫米和元朗米洗乾淨之後,放進電飯煲裡 加入清水,按煲粥模式,煲一次,大概一個小時 然後我們加入冰糖,再按煲粥模式,再煲一次 完成之後,我們可以加入椰汁,攪拌均勻就可以吃了 如果喜歡吃冷食的話,我們可以拔出來放涼 然後放進冰箱,冷了就可以吃了 Hello,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怎樣做椰汁紫米露 我們需要用的材料有紫米,椰汁和冰糖 不過今天我們會加入原糯米 令到紫米露吃的時候更加煙韌更加好吃 物事必爾遲,我們馬上開始 煮得很簡單,首先我們要清洗米 記得因為我們這次是用電飯煲來煮的 所以為免煮花的鍋底 所以我們就要用另外的碗去清洗 如果不是直接用電飯煲來清洗的話 很容易會煮到電飯煲的內層會變化 洗了之後,就倒了點水 你會發現洗的時候,很多這些紫色的水 出來了 千萬不要小看這些紫色的水 因為裡面有很多花青素 對人體很有益 當我們把那些水 有塵埃的水倒了之後 洗走這些塵埃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紫米和原糯米 塞進飯煲裡面 然後我們就可以加水 加了水之後 然後,記得不要用煮飯的模式 我們會用煮粥的模式 因為煮粥的模式不會滾蛇 如果不小心按煮飯的模式 便會很容易滾蛇 好,快點放了六碗的水 現在我們去關蓋準備煮了 記得煮的時候不要按煮飯的模式 要选择煮足的模式 选择煮足的模式 就可以开始了 大概用1小时的时间 煮好第一次 这么快 紫米露就煮好了 可以加入糖 先搅拌 最后一个步骤 就是要加椰汁 开了一碗椰汁 一边倒下去 下完之后再搅拌均匀 好香 因为我们下了圆糯米的关系 除了有紫米之外 还有圆糯米在里面 会比较腌均匀 完成之后就可以搅拌出来吃 吃了 如果你喜欢吃汤圆的话 也可以加一些汤圆在上面 就会更加香 噴噴更加好吃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做的 椰汁紫米露 椰汁紫米露 可以热吃 也可以冻吃 而用电饭煲来煮 就不用看火 是不是很方便呢 你也快点试下做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